美國如果通貨膨脹 就要鎮壓通脹 利息可能沒得選擇 這個是有一派人士這樣說的 這一派人士覺得通脹來了 利息會增加 但是這個不是特朗普的想法來的 這個是鮑威爾的想法 如果特朗普的想法和鮑威爾不同 特朗普就會覺得我炒他 You are fired 隨著美國大選今日的開票結果不斷更新 我們由美國的一些新聞媒體得知 共和黨特朗普其實已經率先拿下270張選舉人票 意味著他會重新入主白宮 特朗普本人都已經出來自行宣佈了當選和發表講話 我們新鮮滾熱辣很開心邀請到施永青施生 和我們做回一個即時的反應 當然要問問施生 雖然只是二分一機會 但是這個結果是否屬於你的預料之內 我對這件事都有預料的 因為賀錦麗呢 其實他做那四年副總統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出聲 沒有什麼見樹 而美國現在面對的警方呢 其實是相對困難的 美國人就可能覺得 找一個有些把炮的人出來做總統呢 就好過找一個四平八穩 就是單身賀錦麗遇到困難呢 就沒有什麼竅出了 他就走路正了 而特朗普呢 有時候會出古話嘛 那你如果美國以前強的時候 找阿朱、阿九做總統都沒事 那現在呢 就一定要找一些 有些把炮、有些能耐的人出來 應付相對困難的局面 就是他認為 美國現在呢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如果不是什麼說 要美國再次偉大 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你如果 現在已經是很great 他又不用那麼大聲責呼 就是現在的處境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要再次讓美國偉大 那如果美國的處境沒有那麼好呢 特朗普呢 就認為老老實實 腳踏實地做些對美國優先的事情 哪些不是優先的呢 比如去烏克蘭打仗啊 就是去輔助那些盟友啊 那他那些就不優先啦 也都他覺得什麼 搞巴黎 氣候協議啊 要美國搞環保啊 我現在這麼窮搞什麼環保啊 那他說美國其實不是發展了的國家 我們說那些基建又這麼落效 很多事情都還沒做 你不要叫我搞那麼多事情啦 你給我 腳踏實地搞好美國經濟啦 那而特朗普搞經濟呢 那而特朗普搞經濟呢 就不是和民主黨 只是搞好金融喔 特朗普找了誰幫他忙啊 就找了Elon Musk嘛 Elon Musk做什麼 做汽車啊 做火箭啊 放衛星啊 做實際生產的 Elon Musk曾經 批評美國那些人啊 美國的精英 哇 去哪裡做事啊 每個人都去想學北非特 去華爾街 炒賣股票 他們研究什麼 研究買可口可樂好呢 買百事可樂好啊 哪隻股價有得升啊 哇 做這些事情 對美國沒有太多幫助的 Elon Musk說 跟他去工廠 腳踏實地 那才有幫助 我不知道 特朗普是不是真的 找Elon Musk 做他的什麼 效益委員會啊 那他來的 可能一個天翻覆地的改變 將美國那些 建制啊 公務員系統啊 都重新去界定過要怎樣運作啊 所以特朗普來到都 不只世界會受到騷動啊 美國自己的官僚系統啊 都會面對很多變化 那他就不得閒你其他地方的那些事情 你自己 所以他走的是保守主義 孤立主義 回到門羅做總統的時代 然後叫做門羅主義就是 美國就是搞定美國自己搞定美洲就算了 歐洲啊 亞洲啊 那些事情他不管了 這個就是他準備推 他不是進攻 民主黨呢 就是想守住以前的陣地 繼續做美國盟友的大佬 就是要維持國際秩序 各樣都要保住以前那些鼓吹的所謂普世價值 特朗普沒有普世價值的 只有美國優先的 就是美國人也都很不喜歡 民主黨的時代 說去打劫 搶東西不過一千元美金 就不用犯法啊 就是很多人就是在邊境湧過來啊 就是搞到秩序大亂啊 那這些呢都是 就是令到特朗普有機會當選的原因 就是民主黨呢 就太過注重表象 要他們民主黨補什麼人呢 就補新移民啦 補弱勢社群啦 小數族裏啦 共和黨呢就補企業啦 補納稅人啦 那一個呢就是 靠派錢 就找多些選票 特朗普呢就說 我就把工作帶回美國 繼續做好實體經濟 那這個是共和民主的差異 那特朗普呢就是 想腳踏實地做好經濟 那美國能夠 面對現實 知道自己 有什麼不足 就不是瓦瓦瓦瓦瓦 什麼都要管 那對世界應該有好處的 就是美國退後一步 人家就多了很多空間 那還有我相信特朗普呢 如果他要搞回實體經濟啊 他就寧願約美元多過強美元 約美元呢 美國的出口就有競爭力 那他現在不是主力搞金融呢 就不用吹那麼多泡沫 那如果利息下降 那資金就會從美元系統流出來 那現在社會上或者經濟界啊 市場裡面啊 都有一個擔心 但是這個擔心呢 我們可以觀察特朗普 最終是想怎樣 就是特朗普上來可能加關稅啊 那些他不只加中國關稅 所有外邊來的產品都要收關稅 一律收百分之實起碼 那這樣呢 就會令到美國的通貨膨脹 那美國如果通貨膨脹呢 就要鎮壓通脹呢 就利息可能沒得選 這個是有一派人士這樣說的 這一派人士覺得通脹來了 利息會增加 但是這個不是特朗普的想法來的 這個是鮑威爾的想法而已嘛 如果特朗普的想法跟鮑威爾不同 特朗普就會覺得我炒鬼他 You are fired 不愛你啊 當然特朗普就是美國總統就 理論上不應該去干預 聯儲局的決定的 但是特朗普以前一直說 做什麼我做總統你不解釋啊 哇 民主黨做總統你又解釋 就是他呢 就很崩潰的 那他認為如果他想利息低一點 這個是美國接下來的大方向總策略 你聯儲局乖乖的跟我配合 那如果美國總統是有這個意向的話呢 聯儲局會不會配合呢 有待觀察 如果你說通貨膨脹 就一定要加息的話呢 其實之前都聯儲局曾經有過一些聲音呢 是要將通脹的目標 由2%改為3% 如果通脹目標 不是再定在2% 你就不需要去近啦 3%就很快達標的 如果他將通脹目標改為4% 已經達標有餘啦 那就不用加息啦 那這個是你的標準來的 現在就是要看一下特朗普 那他到底是想什麼啦 以前他的說法呢 他覺得是聯儲局要解釋的 美元是不用那麼強的 那現在他上課還講不講這一套呢 就有待觀察 如果他真的 但是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他想約美元 想低息環境的話呢 那世界就會有得益的 資金就會從美元系統拿出出來 那香港也都會多些資金 金融中心地位 就容易恢復一些 那學先生剛剛你就說了 如果是特朗普未來就會主要在自身 美國經濟和產業保護自身的利益 似乎是的 我看到他選的時候 其實他對邊境問題 俄烏或者中東戰爭的著墨 其實多於對中美關係的著墨 那他就好像沒有花那麼多時間 去對付中國 我們說對付這個字 那是不是就是說 大家預料 就算特朗普上台 對華的取態都未必是 我們之前想像中 去打壓得那麼厲害 那在整體對華的政策上 他都要打壓中國的了 因為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但是特朗普是一個生意人 生意人就很現實的 好像之前打貿易戰 他一方面就加你關稅 一方面他就漏你買他的農產品 買多點吧 買多點我就放你一馬 他是有價傾的 他訂了很多關稅 美國的企業就走去跟他說 哇你訂這麼多關稅 中國還沒死 我們的美國公司被你累死了 所以他又有豁免的 有些是說了 大家以為他在加關稅 其實私下他有很多公司給了豁免的 那我相信如果中國能夠有些什麼條件交換 一下他 讓他做總統做得容易一些的話 他就有一定的靈活性 那在關稅問題就有走斬 但是在科技戰 或者是半導體一些產業方面的競爭 那又會不會網開一面呢 其實特朗普真的很變幻莫測 他之前又說反對抖音 那他競選的時候又用抖音來做宣傳 那在這些科技企業那裡 他又會不會繼續他一貫強硬的制裁手段呢 抖音就不是那麼科技的 就是抖音當然他有個計算法 去計算哪些人會喜歡看些什麼東西 推些什麼節目給他 這些是有科技的成份的 但是抖音都是一個營運上的優勢所造成的 技術就美國的公司都掌握的 那美國收得比較緊的就是晶片 晶片其實本來譬如 英特爾那些做中國很多生意的 美國政府那樣不給那樣 不給美國那些公司其實自己都熬得很辛苦的 另外特朗普對台灣做了這麼多晶片生意 都很不強的 他認為台灣搶了他的生意 偷了他的科技 那我相信譬如晶片上他繼續打壓中國 問題是中國是不是找到方式去走自己的路 如果你讓我跟你的 那中國可能跟美國 始終都跟美國差一個距離 如果你又不讓我買你的東西 又不讓我學你的東西 迫我自己去創新 如果我找到一條新路 那美國將來更加難追 那現在實際上很多東西美國之前不給的 譬如太空科技 很早就不跟中國合作的了 那最後中國都可以憑自己的路走出來 現在處境不差過他 中國的太空人就依時換班 美國的太空人放了上去 現在都不知道用哪隻火箭去截它回來 未必是長遠之計的 你真的發展得快 有優勢 大家公平競爭 現在他五支也不用 電動車也不用 太陽燈也不能用 是避免和中國競爭 你沒有競爭是沒有進步的 自己以為制約了別人 其實是制約了自己 所以我覺得如果特朗普是面對現實的 他都要看清楚哪些東西制約中國是會有效果的 反而害自己的 我相信特朗普是比較現實的 他發覺不對路可能會有一定的修正 就不像民主黨經常都要講道德高地、普世價值 所以他們反而要轉彎就比較困難 剛剛施生你有提到 特朗普可能是想走回藥美元 或者願意減息令美國的經濟好一些 其實是否反而對中國實施 我們中國這邊的商量實施救市政策 其實反而少了制爪呢? 當然了中國選一次息是不夠的 中國現在其實是需要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 即是要放水 以前中國就不贊成大水萬貫的 現在都面對現實 其實雙方都在面對現實的 即是特朗普面對現實 中國都應該就是加強改革開放 給民企有發展空間 大陸的銀行現在都借錢給民企 積極很多 政府也都有很多優待中小企的政策出來 當然這些政策要持續限一個時期 才會見效的 但整體來說 中國是意識到以前有些政策 可能是不算很配合現在的新環境 是在尋求著改變的 那麼這些改變呢 是有利於經濟恢復動力的 我自己看中國是有條件 透過內循環 令到經濟持續發展的 反而美國對外的依賴是高很多的 那麼所以採取封閉路線 對美國造成的傷害會大過中國的 那麼特朗普現在就保守主義 孤立主義 走得輪到法國不對路 一樣要調節的 這個星期除了我們關注美國大選 或者是美國自己的意識之外 人大會議在11月8日 即是今個星期五結束 似乎將這個會議 本身大家都說十月底正常就開完 現在退後了 似乎中國都觀望美國這邊的政治局勢改變 接下來大家期望的 我又要提到 十萬億救市這個方案 在特朗普當選之後有沒有機會再出來 我也說過幾次 現在市場的關注只是 那個量那裡是錯的 十萬億都不夠救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這麼龐大 我們看的不是多少萬億 因為它要救中國經濟要持續的 就不是出一次錢的 應該是按照市場的情況 不斷地調整它那個舊市措施 不需要一開始說十萬億 一開始你說二十萬億 你都可以說不夠的 關鍵是方向的 現在的方向就是既用貨幣政策 又用財政政策 譬如它發行新的債券 就是代表政府會舉債去面對現在的經濟群境 它之前是排除用舉債的方式的 覺得舉債是美國才做 以及替美國帶來很多泡沫的 它說不想學 現在其實它知道房地產爆了 地方政府也都有債務問題 也都有收入不足問題 這個時候當然要舉債 現在中國政府相對現實一點 肯去用赤字言算去解決問題 都好過死人 垃圾土皮 用這些方式 其實人民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 中國這麼大的國家 借住的錢 沒有問題的 只要盡快還回來就可以了 美國就是有借沒有還 但不能夠借都不借 等於在現代社會生活 你買樓 你當然是一路供一路住 好過儲了十幾二十年 儲夠錢才去買樓 所以適當的舉債是一個國家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中國願意舉債 願意用寬鬆的貨幣政策 這些是方向上代表一個國家 它願意用這些手段去解決問題 就勝過完全拒絕用這些手段去解決問題 所以現在中國認為會好是因為它在政策上 會走一個現代社會一般都走的路向 就不是走一個大部分國家都不用 或者好像我們爸爸那代話 儲齊錢才買樓 儲到五、六十歲才買樓 現在那些人30歲有首期就買樓 供著先 你就提前過好生活 所以就不可以這麼死板 那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很感謝詩先生第一時間都跟我們分享了 對美國大選這個結果的看法 亦都分享了一些中國經濟 可能因為特朗普再度上場 有危有機 可能都在一些舊市政策的製爪少了些 我們之後都會繼續去跟進 究竟共和黨再次上場之後 對於美國經濟會有什麼影響 以及整個環球市場有什麼影響 今天先謝謝詩先生 我們下次再見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